开门姐姐 三排八班 你好 还认识我吗阿姨 认识小区 我就是记不清 你去年的时候来的时候 您是老知青 还给我唱过那个 小区 远方的大宴 是吧 又来了 对呀 过不过来看看 之前我记得您不是在这个房间呢 803我住不扩大了吗 换了一个两居室的 这不是跟老伴分居了 不是 他睡觉打呼 我睡觉睡不好 夜里 两三个小区就行了 行 这个房间行 我家老伴在这呢 那个腰坏了 在这躺着呢 这晒太阳 爷爷好 爷爷 怎么腰 腰怎么了 他腰骨折 骨折了 哎哟 怎么样啊 还可以啊 弄腰脱带着 晒太阳也不能下去 只能在这晒晒 我这不是一个飘窗 我一看就认识 但是记不起来 对去年的时候来过 但是不是这个房间 我家给我上个知青博物馆了嘛 对对对知青博物馆 我看您这个电脑还在工作这是 我那边搞点股票的 炒股啊 今天预计会跌 结果它不跌翻檔 我看您最近那个订了这个做饭的这个服务 挺好的 它叫小羊 什么都会做 我挺满意的 中午的话就是两个菜 让人做两个菜 两个菜 你看烧一个鸡和鸡 鸡和那个山药一块烧 然后我昨天熬的骨头汤 搁起来这个冬瓜 这还有一个菜 两菜一汤 两菜一汤 您自己的话 这个这个岁数 可能做饭的话有点累 不是 我主要是有好多病嘛 疤尿病 又是这个肺部也不好 肺炎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伤口也不合 所以呢 我就是天天在那 做那个吸氧呢 老伴嘛 又又又骨折 你说这不得有个人帮帮忙 对 这个中午做一顿饭 是二十块钱是不是 不是 他按菜计算 就两个菜就二十 如果再加一个菜呢 就三十五 我每天给他拿个本子 分记下来 最后交给谁呢 最后交前台 交前台 咱们所有的 我都让他签 昨天签名 才知道他的名字 然后我就打电话 给我们秀工长 我说你前天带来 不是他 是吧 昨天是他 我说你不能一天给我换一个人啊 我就急死了 然后我跟寿舟长说 他说不换不换 我说我挺喜欢小杨 他会做 我知道你会喜欢杨姐 杨姐他没说 他做的菜式 他因为他以前干过家政的 对对对 所以咱们盛权呢 对老人考虑很周到的 对吧 尤其像我们年轻时候吃过苦嘛 到老了肯定是不行 到这儿来以后 我就体会到 那比在儿女是变强多了 儿子他忙的 他顾不上我呀 对吧 那么现在在这儿有人照顾 我们非常高兴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着在这儿 长期住了 嗯 而且还要发给大人了 对吧 住了几年了 三四年了 三四年了 您是南京的不是 南京的 嗯 这个房间多少平啊 八十吗 应该差不多吧 嗯 两室一厅 两室一厅 这还有个阳台 还能放东西 我还搞个画台 嗯 画台好 是 没有生活情调 嗯 啊 一站是咬着话 嗯 什么时候搬的 搬了几个月了 搬了几个月了 嗯 这种房间不多了 在这个 四到一厅 这个房间墙的很 嗯 基本上没有 嗯 这边一个卧室 这边还有一个卧室 哎 不过这个卧室 有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是南向 一个北向的 啊 对 因为夏天才好 南北通透啊 嗯 嗯 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有窗户 挺好的 他这个做饭的话 就是到时候 那个碗呢 锅什么 身边一块就刷了 就是姐姐给阿姨 做完饭 把灶台 把锅 什么都刷了 干干净净的 嗯 然后大姐就走了 阿姨呢 她跟叔叔吃完饭 就挤个碗 跟筷子 嗯 阿姨自己洗洗就行 嗯 咱把垃圾什么东西 一次性都清好 嗯 这样让阿姨就 阿姨就洗个碗 洗上筷子就行了 我就清松多了 我就清松多了 是 我忙了以后 我这个病也好不了 对 就比 比顾保姆强多了 像小杨这样 做的挺好吃的 嗯 你吃 还符合你的口味 炒出来 炒出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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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菜啊 都绿油油的 嗯 这样有的人 炒出来是黄的 他 啊 因为他挺能干 阿姨在搞股票 像七十多岁的 呃 老人来讲的话 很少这个 玩电脑 玩什么 熟练的 哈哈 哈哈 菜做好了 嗯 菜做好了 看着就好 看着有食欲吧 有食欲 小杨吃着 呱呱叫 哈哈 哈哈 菜齐了 这是汤 这是菜 一个汤 一个菜 嗯 就先回去了 再见 再见 阿姨 嗯 嗯 嗯